那這件作品是我非常非常愛見的雕刻家 它叫做卡諾瓦 卡諾瓦在我心目中是一個看得見的莫扎特 它的雕塑作品就是這麼的平衡對稱 它其實雕刻非常非常的細膩 但是它在細膩中 它故意讓它是一個整齊的細膩 不像港王聖德雷莎的皇席 它整個就是要非常的無關眼 很多的動感 然後讓那個戲劇性更多的齊幹元素在裡面 然後這幾個之後的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比較平靜 它就是古典主義 古典主義就是平衡對稱 然後流暢的線條 然後沒有太多仿佛的裝飾 剛剛好就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設計的結構就是 這個丘米特 它的兩個翅膀 跟賽基的 嗯 有一點斜坦的身體 成一個叉叉型 那它們是一個非常強行的身體 而且非常的平衡對稱 古典的作品可以讓人比較心理平靜 而且可以讓人 就是讓他們進入作品 不會一直被他聊起那種很多的情感 情感的情緒出來 那所以呢 古典語樂派 最重要的就是三位大家 就是海頓、莫扎特、美股分 然後在古典語樂派的早期 也就是海頓、莫扎特的時候 都非常的遵循這種非常平衡對稱 和諧的曲調 然後音樂就是要讓人聽起來非常愉悅的 當然你會提起一些情感 可是不是那種讓情感膨脹的那種東西 那莫扎特呢 他是把所有的情感框架在他的形式裡面 他平衡不一 他的情感不會 不會太多於他的形式 就是剛剛好的 他是比較圈圈氣流的那種方式 那所以我等一下要為大家演奏一首 莫扎特的縱影曲的第一樂章 我希望大家能夠仔細的去感受 這個古典樂派的平衡對稱 他讓人覺得聽起來是很愉快的 沒有孤獨的裝飾或過多的情緒在裡面 那其實莫扎特很多小孩都會談 但是他其實非常非常的難談 因為他太完美了 就像這樣子的作品 他這麼的沒有瑕疵 這麼的光滑 然後就是這種越簡單 越沒有瑕疵的東西 其實越難表達 因為你真的不能有什麼瑕疵 我覺得這台其夢 真的很適合坦博雅特 因為他的聲音比較是捐捐性 而不是用很磅礡的 那種鴻厚的聲音 好 那我們來聽莫扎特的斯東亞長 就是K330的第一隊長 謝謝大家 我們來聽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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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